还有投资专栏作家唐铭在我身边 你好,唐铭 你好,这次我们选美联和美联工商铺 美联星期一公布 会实物分派值美联工商铺的股份 作为中期股息 每持有2000股的美联 可以获分派到1700股的美联工商铺 完成整个分派之后 美联不会再持有美联工商铺的股份 消息公布后,我们先看股价 美联集团到现在反反复复 升了大约8% 至于美联工商铺的股价反复 至今来说,大致都可以靠稳 总体美联的表现比工商铺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股价走势 如果看整个交易 很简单,美联将手上的工商铺股份派出来 作为美联的股东 原本美联工商铺的价值 就在控股方面 但是现在把股份派出来的时候 很直接地收了股份回来 刚才说了,2000股就收1700股的工商铺 大概算是有10厘息左右 实实在在收到股票回来 始终受惠程度就比较大 简单来说,似乎是释放价值 当然唯一的坏处就是会有些税股情况出现 因为你2000股派得1700股的工商铺 还有因为工商铺 每一手的买卖单位就有10,000股 所以出来的效果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持有很多美联的话 所以你有税股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在街上沽的话 就可能要去税股市场那边沽 可能会沽得低一些 反过去到工商铺那边 你说价格好像不太移动 始终因为美联的股份派,即是工商铺的股份派出街之后 市场的供应会多了的话 在供求效应之下,可能会有些沽压出来了 所以变成如果现有459股的股东见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他们都会出先订货出街 所以变成刺激作用似乎不是即时反映到 好了,为何美联要做这个动作做实物分派呢 他说了有几个原因 包括了第一,想明确区分两个上市集团 第二个原因是为股东提供一个投资的灵活性 另外说要奖励股东 好了,三个原因你会选谁来信呢 我想第二、三个就比较可信一些 第一个明确区分两个上市集团 我想大家都分得很清楚 都很明确了,之前是吧 是的,你要买美联也买到 你买工商铺也买到 其实没有什么要分得这么小的 反过来说,为股东提供投资灵活性都可以 因为你原本上市公司拿着 现在派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拿着股份 你喜欢沽出街买其他东西就行 你喜欢继续拿着也可以 奖励股东也合理的 因为你会看到美联 即是一二零零零 近年派息的时间都少了 最近一次就应该是二零八年 都两年没有派过息 你再数远一点,都看回好几年前了 变了一路都没有派息的时候 对上次已经是二零一二年了 即是八年前的事了 变了这次实物分派一个工商铺的股份 也是一个奖励股东的其中一个方法 美联工商铺的大股东 因为完成之后 其实他需要提供全球 看回美联派发工商铺之后 因为黄建业大股东 他持续的美联工商铺的权益 就会由不够三成提升到41% 要提供全球的动作 每股价就久前多跌 比起消息公布之前的股价 就有少少折扬 但如果说比起NAV 其实有八成四折扬 现在派完之后 看回黄建业 就会变成了直接持股 然后原来计算 四五九这么高 就是NAV的价位原来这么大折扬 完成之后 可否说黄建业其实是最受惠 以及增钱 股权已经进一步去到41% 大家就估计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 是的 看到这件事 表面正宫就告诉大家 应该是黄建业受惠最大的 还有如果大家有看整个通告 都不会留意到 原来工商铺的NAV都挺高的 就是说几毫子 只是说几千元而已 那质量都非常之大 还有看盘数里面 它的NAV都挺实在的 也有投资物业 也有钱在手上 这次这个动作 原本没有派工商部 黄建业大约差29%左右 现在分派完之后 就上到41% 也因为这样而 推出了CO 变成了29%也未叫绝对性控权 现在上到41% 一个挺重要的股东地位 变成了 未来完结了CO之后 它有机会是过五成的 现在等收货 看看收成如何 如果真的过了五成的话 大家就会想多些事情 就是说会不会 你NAV这么高的 会不会是做私有化 或者做其他动作 或者会不会卖盘呢 因为始终你的控权多了 相对于你以前是20%多的时候 而且你始终在美联持住的话 即1200持住的话 可能那个手续也都繁复了 现在持股简单一点 黄建业想做些什么举动 都相对容易一点 是的 绝对是这样的理解 因为现在黄建业 就是1200自己持住 459亦都自己持住 变成了整个架构简单了 变成了我们联想的时候 说真的 炒股炒了憧憬 变成了多了憧憬的时候 变成了对股价 刚才所说 短线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可能中长线来说 似乎459的冲击又会比较大一点 好了 两个上市集团 现在真的继续分开了 对于黄建业来说 但是既然本来说 你可以有冲击的 我觉得他未来又会有动作 但是为什么工商铺差一点呢 就是理应你有动作 我想你可能有下一步行动 你估计应该受惠多一点 是的 按理就应该这样说 是的 但是为什么又好像差一点 我想通常这些G.O. 因为是一个可能性的G.O. 除非他收过五成的货 才会有一个无条件的G.O. 如果假设黄建想收多些货 假设股价应该要按住在这些位置 我们所谓 他才可以有机会其他股东会给他 所以变成这个层面之下 是不是会有些有形之首 令股价好像不肯走 持续这些位置的时候 股东会肯给货给黄建业 这样变成股价好像不肯走 所以通常这些股份 我们就会看看 完了G.O.之后 假设G.O.价都收到的话 大家就会想 可能真的有动作更美的时候 可能那时才会再炒上去 好了,两间公司和地产都是相关 不过做的范畴就不同 1200、459 两间公司的业绩表现都很差 都是迎转规 当然由去年一路数下来 社运、中美贸易关系影响了经济 到现在今年全年大家都在说疫情 回到两间公司说一下 1200 前景上应该怎样看 1200 我认为住宅交流 近期就比较好一点 一手那边就相对好一点 但你说二手都持住 都是差一点 因为始终你这么多辣椒之下 其实楼价都相对比较高位 成交来说都比较差一点的时候 对美联来说 你会看到近一两年都挺惨重 我认为股价来说都会比较差一点 看下来会不会有些松绑 可能有些松绑的情况出现 可能会令到美联交投 会令到佣金收入会好一点 至于你说工商铺 更加冰封 因为刚才说了 又疫情又社运 又贸易战 总之什么坏消息都关他事 因为最简单 因为经济差了 经济差了 你变成了香港的 你见到吉铺都非常之多 你做铺的 根本就没有人去民津 你租金也都跌的时候 更加令到铺价跌 大家见到周街都是吉铺的时候 就证明没有交投 变成了这一样东西 都令到美联工商铺似乎的前景 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差一点 除非你想想一下 会不会疫情过去 或者是否疫情又搞定了 要整个经济摘取得到 你才可以想到它有前景 两只股份 你见到股价都很低差 美联如果这样说 是否你觉得它的recovery 可以快一点 做得好一点 或者它能够控制到的因素 会多一点 或乐观一点 感觉上会好一点 始终你说工商铺 银码比较大一点 或者尋常人家的 都未必做到的动作 反而你说房子的住宅 始终经常都说了 刚性需求 你看到最近的新盘 一开些便宜价 都会立即冲进去 都不是便宜价 都没有存产 不过相对便宜 都要等八个小时才能看到房子 对不对 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保持着 如果一手好一点 是否可以大王二手 或者经济好一点 会否令到大家又肯入市 我想这件事 相对来说 比工商铺会好一点 好 但论基本因素 就好像1200好一点 但看着憧憬 可能459有多一点 究竟如何称哪一只直博一点 投资者 如果你说直博来计 似乎459的憧憬比较大一点 因为如果1200 都是说基本层面 令到他有机会做好一点 但反过459的NAV高 还有动作之下 王建业变成直接持股 可能衷景就会大一点 当然 工商铺 营光某都看到了 成交疏落 所以如果你入场博的时候 真是小小的玩 而且工商铺 刚才所说 结束了GO才想 如果他不穿 GO价站得稳 我想可以少注博一博 但是预算是要好中线 就是买了都不记得那一只 但是你说美联的话 你可以博的 就除了刚才所说的住宅交投增加之外 可以想想一下施政报告 因为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施政报告之前 就是出了个林郑計务 就是首次可以借九成的 其实当日那几天出了之后 美联也曾经炒过一转都挺厉害的 施政报告 接下来就会禁止了 接下来就会出 看看在楼市上的动作 会不会有松绑的效应 如果有的时候 可能可以跟炒一转 就会给你明白 你会不会有松绑的效果 你会不会有松绑的效果 它会不会有松绑的效果 会不会有松绑的效果 可以录不在呢 就会在那里 有些被迫的效果 可以不得了 感谢观看